我叫谢小枫,是一个小公司的职员,但是却有一个美丽又能挣钱的妻子,别人都羡慕我,可是谁又知道这背后的心酸?结婚都两年了,愣是不让我碰她。 如果不是她除了不能圆房之外,各方面都伺候的我很好的话,我早就跟她离婚了。 结婚两年多了,竟然连碰都不让我碰,我咬着牙,在心里冷哼了一句,等我哪天把你灌醉了,看我不把你摆出十八般姿势。 理想很丰满,可现实非常骨感,我媳妇刘宇童可是一家大酒店的公关经理,就凭我半斤的酒量。 三个绑起来,也不是她的对手。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。 为了我今后的幸福生活,我只能加倍努力,这不刚下班我就跑来接媳妇,献殷勤,人心都是肉掌的, 我就不信我软磨硬泡搞不定我法定的媳妇。 看着从酒店大门出来的媳妇,我满脸笑容地迎了上去,我老婆今天穿着白纱裙,看起来特别靓丽修长的美腿,显得她气质优雅,更有魅力,可是眼前的,这是什么桥段? 当我迎着走过去的时候,我媳妇竟然静止走到停在酒店门口的家常宾利车前。 开门进去了,连看都不看我一眼,我当时有点当机,这是这么节奏,是有什么急事没看见我吗? 不过看那辆限量版的豪车,让我心里一阵慌乱,那不是雨童的车,虽然她不少赚钱,但是也买不起这样限量版的宾利。 雨童不会看上哪个有钱的凯子了吧? 心里下着这样的猜测,让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辆出租车,赶紧给我跟上前面的那辆宾利。 我催促着司机,心里一片焦急,一想到眼下妻子可能和别的男人翻云覆雨,我的心疼得无以复加。 终于在我媳妇走进宾馆门口的一瞬间,我也成功地下车了,竟然真的去开房了。 我一面大骂着,一面焦急,而又快速地朝着宾馆门口跑过去,都羡慕了两年多的水嫩小白菜啊,千万不能让别的狗男人给拱了。 但是,当我站在旅店门口的时候,我却有点慌张,相处了两年,在同一屋檐下,虽然从没碰过她半个手指头,但是我很爱她,正因为这种爱,所以我才会如此紧张,不明白老婆为什么和我结婚,却不让我碰,更加不明白她既然不喜欢我,为什么还和我结婚。 我正在犹豫着,怎么面对媳妇,是不是要前门进去的时候,门突然开了。 啊,小枫,你怎么到这儿来了? 没事,就是路过。 伸手将正在穿外套的媳妇推进房间,我快速地打亮着整个房间,房间是个套间,一视一听,卧室和厕所的门都开着呢,走过去看了一眼,竟然没有人。 尤其是床单还铺得很平整,我不由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,还好没有男人,我只是过来处理一下衣服上的污渍的。 见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,与同瞟了我两眼。 伸手指了指西服外套上的一片污渍,轻声地解释了一句,家里不是有洗衣机吗?怎么不在家里洗呀? 没有出轨就好,我有些轻松地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,这是一个顾客吐的,我怕你见到心烦,还没有等与同解释完,我扫眼之间,竟然见到沙发旁边的直楼里面,有一个用过的杜蕾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